因為我看到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中國的面孔 那我還用中文給大家講 因為最多的觀眾的觀眾是中國 所以我還用中國來做的表演 但如果有些外國人有些問題 你願意談談的話 你可以做它在節目後 OK 大家好 就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 session 那我們今天話題是 Skilling Kubernetes best practice for managing last-scale batch job for Spark and Argo flow 那我們基本上會圍繞兩趴的話題 一部分是比較主流的 Spark 跟 Argo 在 Kubernetes 上運行的一些經驗 一些總結 另外呢會對整個 K8 集訊控制面 特別是在這種 large-scale batch set 這種條件下 那它的一些挑戰和一些配置或者 tuning的一些經驗 那首先介紹一下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是來自 Alibaba Cloud 就是 ACK 團隊 就是 Container Service 那我們 ACK 是做我們 manage K8S 這樣一個服務的 那我本人叫莊宇 那我大概有九年的這樣 Kubernetes 上面的開發經驗 那本身現在是整個 ACK 團隊的架構師 我會主要 focus 在兩個領域吧 一個是這個 offline batch job 特別是大規模的如何在我們的 K8 集訊上運行 包括各種這個作業類型的一些支持工作 還有像我們的分布式雲多集群方面的一些這樣的一些工作吧 大家好 我是劉家旭 我是 ACK 這邊的 Senior Engineer 大概有七年的 K8S 相關經驗 focus 的領域呢 包括可觀測性還有大規模集群管理 好 謝謝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Agenda 那首先我們會 因為我已經看到很多的客戶 然後最近幾年他在一直把他的 offline的作業 牽引到 K8S 上來運行 那我也總結了一些相關的一些收穫 或者是原因 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第二個呢 是一些關於 Spark 跟 Argo Flow 這兩個開源軟體 在 Cooper 上的一些使用的原理 還有他的一些挑戰和相關的解法 那具體為什麼選擇這兩個開源軟體呢 也是因為他在整個我們 K8S 機群上面 在離線任務方面是相對來說比較流行的 Spark 會代表一個專用領域 就是像數據的處理 Argo Flow 可能是一個通用領域 它可以去管理整個我們的自動化的一個流程 當然還有一些 因為現在 AI 興起了嘛 那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這樣的 一些離線作業 像一些 Read Job 像我的 PyTorch Job Tensor Flow 等等 其實這樣的 Job 其實都可以跟我們 Argo Flow 進行一些集成 來實現一個端到端的整體的一個 無論是這個訓練到後期的這個批量的這個推理等等 都可以進行一個自動化處理 我們有大量的客戶正在使用 Argo Flow 加上一些垂直領域的這樣的一些開源軟體 來構建他們的自己的大規模的離線的任務系統 那最後呢我們會去看一下整個這個 Cooper 或者在K by S 角度我們如何去 Tuning這個 K by S 控制面 去實現一個大規模離線任務的這樣的一個處理 這一頁其實我們主要看到的是 我們想提到幾點 因為 稍微說一下整個 回顧一下Quick Kubernetes的歷史 因為首先它是基本上是為這種微服務的這種架構來設計的 所以像它裡面有一些像Rolling Update 還有一些像HPA 還有 Service Discovery 等等這樣的一些 Feature 其實都是為了這種微服務去做這種水平擴展 但是其實 但是最近幾年大家可以看到 Kubernetes 其實它在這種 offline 離線任務的支持方面其實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像它在集群場面 它的調度器 它做了很多高階的調度能力 像Gang Scheduling 還有像我們的 基於這種Q的job 來做這種作業的排隊優先級 第二方面就是像我們CNCF整體的這個社區的這個蓬勃的發展 在這種領域上面 因為我們 我這裡提到有Argo Flow 還有我今天要說的Spark作業 那Spark這個Application 它是做這個數據分析的 那還有TensorFlow等等 這樣的一些開源軟件呢 也是豐富了在這種業務領域 面向業務場景的一些專用的開源軟件 來做這種離線任務的一些運行 那Kubernetes在這邊扮演的角色 其實就是說變成了一個我們原生的一個操作系統 對上呢支持這些開源的生態 Argo Flow Spark TensorFlow等等 那對下呢去屏蔽我們底層的這些基礎設施的差異性 讓我們一次寫 我們就一次把我們這個任務寫好 那根據我們下面底層的可能有成本方面的考慮 這種資源類型的考慮等等 可以把這些我們上面的批處理任務 就是可以靈活的部署到各個 我們各個地域 甚至各個供應商當中 只要都是支持這種K8S群就可以 所以K8S群呢已經變成了一個 我們認為Cloud Native的一個操作系統 這個是我總結的幾點關於為什麼要把這個BatchDrop 運行在K8S群上 那首先就是統一我們的這個基礎設施 像這個我們可以把這個online任務和離線任務 同時部署到一個我們群群當中去 那整體來說呢 我們的運喻人員基本上就可以掌握一種技術站 就可以全站就可以把我們兩種應用完全的這個運喻好 那還有像這個Skability 因為Kubernetes本身就支持這種Scale 所以說在大規模的這種離線任務 像我們有些客戶 他可能會啟動數千個任務 在他數千個Pod 在他的一次任務的運行當中 所以Kubernetes是比較好的 能支持這種水平擴展的 那還有像Cost 那我們可以去去Share資源 去同時運行我們在ID side 當中我們同時運行我們的在線任務 離線任務 那在Cloud當中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Service 那也可以真正做到說 按照BatchDrop的使用去計費 運行就收費 那不運行就停止計費 那去避免一種避免傳統的那種去預留一些資源 這樣去達到一個成本節省的目的 那從這個MultiTalents 這個也是比較常見的一個需求 那其實客戶都會想說一個Batch系統 可以為多個我們業務部門團隊來使用 MultiTendency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包括它的命名空間 我們從Kubernetes來說 可以用命名空間 Resource Quota 甚至還有一些現在CubeQ 這樣的一些開源軟件 去實現一些我們基於像做的一種MultiTendence 像一些作業的優先級調度啊等等 這樣的一些能力 那Portability剛才也提到了 其實我們只要有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OfflineDrop 在不同的CloudProvider之間去遷移 就是說白了就是哪裏成本低 我們可能選擇哪裡 那其實這都是我們Kubernetes 給這個OfflineDrop 帶來的一些Portability方面的一些好處 Ecosystem我可能就簡單過吧 因為就是Kubernetes本身它的社區就非常完善 監控日誌安全等等能力 其實都是隨Kubernetes自帶的一些 有這樣的一些能力 那後面我們簡單說一下Spark Spark這裡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數據處理嘛 大規模數據的一個處理 可能我在這裡更想提到 其實在我們現在AI這個興起的領域 其實我現在看到很多客戶 都在用我們的Spark 來做它的數據準備 大家可能現在討論的這個什麼訓練啊 或者推理很多 其實數據準備也是在整個大模型領域 非常火的一塊啊 很重要的一塊 所以Spark在這裡面也完成了這個數據的 從數據的收集到數據的清洗 到包括一些驅蟲等等 Spark都可以來完成 甚至我們看到有些客戶 在用Spark來直接調度它的批量的 這種推理的場景 也都在用Spark來做 那簡單兩頁其實去看一下 Spark在Kubernetes上一些原理 第一個其實就比較簡單 這個可能適合於在這種開發過程當中 我們直接提交一個 Spark submit的任務 那這個任務會去提供我們像這個 Kubernetes的這個APS server地址 然後包括容器的鏡像 包括裡面用的Spark 這個JAR file 這個HZ的application 之後呢我們 Kubernetes集訓收到之後 它會去創建 DriverPod 然後會 之後 DriverPod再會去創建 ExcelerPod 再去做這種任務的分配 所以這個是一個典型的一個 使用 Spark在Kubernetes上 運行的一個架構 那其實挑戰就在於 這個ExcelerPod 可能會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到幾千個這樣的一個規模 那下面是一個 就是更Kubernetes 原生化的一種方式了 那就是 Spark Application 這樣就是通過 叫我們有一個 Spark Operator 這樣的一個開源項目 那它提供了Spark Application 這樣的一個封裝 那個從CRD的這種方式 去定義 剛才我們提到的 像一些我們的鏡像版本啊 然後應用的JAR file啊 甚至Driver的數量 Exceler的數量等等 由Operator 去負責創建這些Pod 其實原理跟剛才一致啊 其實還是挑戰在於說 就這個ExcelerPod 會非常的大 非常的多 而且可能運行完 就馬上要刪除 可能下一次的創建 馬上又開始等等 對集群 整個集群的控制面 它挑戰是非常大的 那Argo Argo Argo是一個 剛才Spark 是一個數據 處理領域的一個 比較專 垂直領域的一個 一個開源項目 那麼Argo Flow 可能它就是一個 通用的一個 工作流編排的 這樣的一個引擎 它也可以去完成 這個並行的 這個任務的 這個處理和一些編排 那這個圖裡面看到 其實是我們真實的 一個場景 其實就是說 它有 用Argo Flow 來跑一個 MapReduce任務 來展示它能做這種 並行任務的實行 可以看到 它啟動了四個Map 每一個Map 其實都是一個Pod 那這個Pod 去並行運行 去處理這種 分片的數據 達到整個工作流 快速運行的 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它的場景 其實也是像 一些數據處理 科學計算 等等 CICD Merchant Learning 其實現在 從我支持客戶看來 其實像一些 自動駕駛的客戶 基因的客戶 甚至蛋白質 這種醫藥領域的客戶 都在用Argo Flow 再去編排 它整體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工作流 離線任務的運行 實現它業務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像基因的比對 自動駕駛場景的模擬 等等 就是它一個 自動駕駛算法出來 它能不能適應 它以前的這種 所有路上的場景 都可以用Argo Flow 進行一個編排 因為本身 它可以想像到 那路上的場景 可能有千千萬 對吧 那這樣的場景 用Argo Flow 就可以同時 去啟動多個Pod 利用Kubernetes 這種Skating的能力 然後同時啟動 大概數千個Pod 去同時模擬 這數千個場景 然後能達到一個快速 達到一個 去驗證這個算法 是不是有效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 Workflow的Definition 這個Definition看來 其實它比較簡單 它就三大塊內容 因為剛才提到 Workflow它是一個原生的 Curbernator原生的 一個開源軟件 所以說它其實 也是CRD的定義 那它裡面 像我們第一個框 就是Template 那Template的定義 其實就是裡面 我說的剛才的流程 我們支持這種Sequence的流程 就是串行的流程 也可以支持這種 複雜的這種DAG 就剛才我提到那種MapReduce 一個有效無環圖的 這樣的一個結構 之後呢 會再定義我們Template的細節 包括它的鏡像啊 包括它的輸入啊 還有這個運行的命令行等等 這個比較簡單啊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Argoflow其實剛才提到去編排 那個SparkDrop啊 或者Tenstflow任務等等 其實這個Template的這塊 可以去直接寫我們這個 這個Spark application的一些定義 這些都是Argoflow支持的 這功能是比較強大的 Argoflow在這種集成 和背集成方面 其實做的是比較好的 那下面還有我們的這個Status Status這段去記錄我們所有 每個步驟運行的一些結果 那去具體它的功能 其實就是說 當我們數千個任務 可能有一兩個失敗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重視 那這一次重視呢 它可能只會是那兩個 失敗的任務 它不會把那一千個多個任務 全部重視一遍 這些都是由我們Status 紀錄來完成的 另外呢 這是一個YAML的產品 那Argoflow也支持這種 Python的SDK 去用Python的code 去定義我們的workflow 這是一個workflow的架構了 這個就是稍微簡單一些 那它 其實它就是由我們一個 提交 通過CRI提交一個workflow 那由我們這個workflow的controller 把它變成一系列的pod 之後每個pod裡面 會有一個init container 做一些輸入的準備 main container 就是我們整體的 業務邏輯的代碼的container 然後包括還有weight container 作為我們輸入輸出參數的一個存儲 這裡面看一下這個挑戰 其實我們看了很多客戶 其實最大的挑戰 都來自於這個large scale pod的 這個創建和刪除 而且是非常頻繁的 對這種 在這種並行計算場景當中 那我們可能一個任務 可能數千個一個flow 一個step 可能有數千個pod 馬上創建 可能幾分鐘之後 這數千個pod就結束了 那還有就是 spark vacation也是 它可能數千個tutor 同時再去處理這些任務 那麼這個時候其實 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能這個 我們的這個controller 要處理這麼數千個pod 但是可能我們的系統當中 也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controller 也會被這些pod的這個創建刪除時候影響 也許我們做了一些webhook 也許有一些controller 我們做了一些自動化 我們想監控pod的一些狀態 watch list post等等 那這種可能都會對我們的corporated 控制面產生很大的這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盡量在這種離線任務場景下 對這個pod還是要做特別的一個考慮 那另外一個就是manifest可能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個像workflow剛才的status 當你有數千個這樣stats的時候 累積下來這個manifest會非常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compute resource 這個時候客戶 因為在ID 就是在他雲上的時候 他可能會傳統的他會預留一些這樣的資源 去做這種批量任務 然後同時再做 這樣的話呢造成他一定的資源浪費 因為這種best job一定是有波峰波股效應的 那總結起來呢 其實我們主要這麼幾點 去解決上面的挑戰 其實就是首先我們要把GC的策略定好 因為這個是不論是spark或者是argoflow 他們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都有這樣的功能 去讓很好的實現一個GC 當這個任務pod完成之後要及時的刪除 然後workflow完成呢也要及時的刪除 否則的話就會遗留很多的資源 那我們在實際的場景中 可能我們的客戶遗留了大概有幾萬個這樣的config map 在我們集群當中 其實可以想像到這樣的話 對我們整體的EDCD 還有整體集群的穩定性 都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說在這種條件下 大家一定要去維護好我們集群裡面這些資源的生命周期 另外就是offline 這個large workflow to RDS 那這個其實也是可能大家 這是工作旅遊場景的一個特例啊 特殊的一個功能 其實它就是如果咱們的這個CR很大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通過跟這種傳統的關係型數據庫進行配合 把這種offline 把這種比較大的這種manifest work 就是壓末文件把它壓縮存到RDS當中 再由controller去進行解析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 也是現在看來是比較成熟的一個pattern 另外就是QPS burst 那這個呢對咱們的這個開源軟件由以為重要 因為開源開始出來的軟件這個QPS burst往往都是不夠用的 這個大家也要去多多去做調適去增加這樣的這個QPS burst的值 最後呢其實我們想推薦更多如果從節省成本的角度 雲上的這個這個spot還有serverless container 都是比較好的option 去讓我們去適應這種大規模離線任務的這樣的運行 那我這部分就基本這些 現在我教給我們的同事去看我們covernative這塊的一些條例的一些方法 好的謝謝莊宇的分享 那下面的話我們那個先來看一下 KPAS基存一個架構 在這個架構圖當中呢左側是KPAS基存的控制面 包括APSOR,ETCD等等 然後右側呢是數據面 那包括的是像我們的節點啊 還有節點上kuplet和kuperproxy 那麼集群當中呢包括是用load balancer 以及這個網絡進行一個連通打通 在這個集群當中任何組件其實它包括網絡鏈路 它成為瓶頸之後都有可能影響到集群整體的性能表現 APSOR作為承接控制面和數據面的一個樞紐 它的性能表現就尤為重要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APSOR請求的一些情況 尤其是對APSOR請求壓力比較大的 在list請求的一些鏈路 那麼左側呢就是一個APSOR請求的一個鏈路的示意圖 在KPAS當中呢就是每個object 每個對象都有一個resource version 那對應於在ETCD當中保存的對象的revision這個數值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上面這個 這礦讀上面這個綠色這個鏈路 它代表的是get list的請求 它這個請求當中攜帶resource version 這個resource version呢指我們假定是x 這種請求的鏈路 那如果這個在cache當中 APSOR它的cache緩存集群當中的全部數據 全部資源的數據 如果cache當中的rv是大於x的 那麼就直接會從這個cache當中返回數據 如果否則的話 那麼APSOR這邊會請求 會對請求等待三秒鐘 這個超時時間 在這個三秒鐘等待時間內 如果APSOR當中cache的數據的rv更新到大於x 那也把這個數據即時返回出去 如果超過三秒鐘 就會給客戶端返回一個too largeresource version 這是這個綠色的鏈路 是走cache的 那麼另一種情況的話 就是rv如果是等於0 一個具體0 那麼直接從cache當中返回一個版本 也不需要等待 另一種的話就是 對控制面壓力會更大 那麼就是resource version 不帶resource version這種case 那麼對於這個 對於release1.31級以上的k8s版本 開啟了一個新的這個feature gate 叫consisted list from cache 這個意思的話 就是保證 例子請求不帶resource version的情況下 也能從APSOR cache當中 取得一個 一個一致性讀的一個結果 那麼在之前的版本 也就是1.30之前 那麼APSOR如果收到resource version 不帶resource version這種case的一個請求 例子的請求 它會從把這個請求繼續向後走 走到etcd 實現一個一致性讀 corum read的這麼一個網絡鏈路 相當於它的壓力 既給到APSOR又給到etcd 是一個開銷比較大的一個請求鏈路 那麼既然這個數據的話 是量大的話 會對APSOR本身產生壓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在 etcd當中完成一個過濾 減小數據量傳輸呢 我們看一下etcd當中的過濾 那我們先看一下etcd key的結構 它有三部分構成 resource type name space 以及resource name 所以說這個決定了etcd 它過濾的顆粒度 只能至這三個維度 那麼像其他的任何的請求 包括label selector和field selector 它不是etcd這種key value 數據庫能夠實現的 都是APSOR把數據取到內存當中 在內存當中完成的一個過濾 OK 所以說我們再來看一下 既然lis請求它的對控制面壓力比較大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辦法能夠減少 lis請求對系統的一個壓力呢 那一種相應的solution呢 就是一個informer的機制 informer包含第一 就是它首先是由lis請求 這個rh等於0 就是直接返回catch當中的數據 同時是由watch請求進行一個跟蹤 那watch請求它也需要指定一個resource version 這個resource version來自於第一次lis請求返回的一個值 那麼同時在客戶端往後維持一個local的cache 這個local的cache呢 會根據APSOR watch返回的這種notification的event 進行一個實時的更新 這樣的話就減少了對控制面頻繁的list的請求 那麼在這兒我們總結一下 那對於小於1.30的kpas版本 lis請求不帶resource version 會直接積穿到APSOR以及ETCD 是開銷很大的一種請求方式 那第二個總結就是label selector fake selector 只能在APSOR的內存當中進行 並不能這個減輕ETCD的壓力 第三點就是informer是結合了lis和watch請求 是我們推薦的一種減輕對控制面壓力的一種請求的方式和機制 那麼結合剛才講的一種APSOR的一些相關的請求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幾個例子 我們會更有體感 第一個呢就是第一個請求 它是實際上基於field selector 去請求指定node上的全部pode 那麼這個請求呢在這種類型請求 在kpas版本小於1.30之前 會去因為沒有帶resource version 會去積穿到APSOR 以及後端的ETCD 實現一個全鏈路的數據拉取 我們在就是它實際上對控制面壓力會更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二個example 第二個相比於第一個差異是增加的resource version 等於零 那麼它實際上是從這個請求鏈路直接到APSOR cache 就已經把數據拿完 直接返回客戶端 所以這種請求的話它會對控制面壓力 不會波及到ETCD 它也是就是會 尤其大規模場景下 這會減小對控制面的壓力 第三個請求的我們看到的 同樣是list的集群全部的pod資源 那麼這指定了pagination 就是分頁500 然後還有resource version等於0 指定它是從內存當中去cache 當中去讀去數據 當這兩種pattern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resource version等於0 會有更高的優先級 它實際上會指定指示APSOR 去從APSOR cache中去拉取全部數據 雖然這裡指定500 就是分頁 但實際上拉取的依然是全量的數據 從APSOR cache當中 然後剛才我們講了一些APSOR的一些 list的一些優化 就是它相關的一些例子 還有請求鏈路 那麼下面我們看一下 對APSOR相關的一些優化的一些建議 就是best practice 首先呢就是APSOR的一個自動的一個彈性 在很多我們這個雲廠商 它後台托管的這種managed kbs 這種場景下 那麼控制面組件實際上托管在 就是雲廠商這兒 是以paw的形式存在的 包括APSOR, etcd等等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更容易去實現一個自動化的一個彈性 那麼實現的方式呢就是 檢測對APSOR的一個請求的壓力 和這個集群的容量 來實時的對集群的APSOR 進行一個動態的彈性的擴容和縮容 包括做vpa和hpa 那就增加副本數 以及增加每個副本的一個資源的上限和request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還使用goaway這種就是特性 那麼在APSOR的多個副本當中 如果有請求負載不均的情況下 比如說很多watch請求 或者lease請求打到某一個副本 那麼會導致這個副本的壓力 就是資源的壓力會更大 它會更容易出現OM goaway的話實際上它可以動態的 這個概率性的去斷開已經存在的TCP連接 實現這個連接重新建立 這樣的話就可以一定程度實現 一個負載均衡的一個效果 第三個就是admission webhook 就是admission webhook的話 我們使用的時候要with caution 要謹慎 因為這個使用的時候 我們要監控admission webhook的執行時間 以及對於錯誤的處理 因為這個請求到了APSOR之後 再轉到webhook 實際上會增加這種請求的食言 同時如果webhook反應是異常的 或者是處理失敗 也會影響這個就是請求的結果 甚至請求會產生失敗 再一個就是一個最佳實際就是 go long參數對APSOR的一個調優 一個呢是go gc環境變量 那麼在go 1.18 gc的一個 預值的算法做了一個調整 那麼導致1.24的k8s版本 相對於之前的版本 它的內存提升了25% 那麼我們其實可以就是通過這種 go gc參數的調整 讓APSOR有更快的一個內存 釋放的一個時間周期 這樣的話減少APSOR資源的總體的情況 當然這個一定程度有會帶來 一個CPU的一個損耗的上升 就是CPU的consumption 這是一個折衷 然後第二個點呢就是go max prox 這個環境變量 它可以控制APSOR 就是中它go routine的併發度 也是一個調優的點 然後再一個最佳實踐呢就是升級 k8s到一個就是可以去享用它新的feature 升級k8s的話 既可以去提供一個安全的一個修復 還可以去提供一個buck fix 還有一些新的feature 尤其是對性能提升比較大的一個feature 那麼下面看的 這列舉了幾個feature 一個是consisted list from cache 這個就是相當於我們的 例子請求如果不帶resource version 在走到APSOR的時候 在1.31開始 就可以直接從cache當中 進行返回一致性讀的一個效果 而不用走到後端的ETCD 當然這個對ETCD版本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顯著的一個優化點 還有一支APF 保證APSOR控制面的一些高優先級的請求 可以得到響應 同時保證整體的一個資源的一個平均 還有efficient watch resumption 這是1.21引入的 它可以優化這個watch請求的resumption 就是它的一個繼續 對 還有watch list的請求 這個也是在進行中 還是alpha階段的一個feature OK 那麼還有點就是我們要去 全面掌控集群的一個可觀稱性的能力 包括控制面和數據面 包括具體的例子 包括一個請求的response time QPS以及flow control 一個很現實的例子就是我們集群當中 如果有哪些客戶端它大量的去影響這個APSOR 產生它的一個資源消耗 我們通過監控就會看到揪出這些 就是不合理的請求的客戶端 另一個呢就是關於客戶端和SOR端的一個request control 就是流控 如果對於這個客戶端這個限流的話 包括我們kcm scheduler ccm digit控制面組件 kpa組件還有一些社區原生的一些開源的組件 controller 那麼首先要配置一個 它的qpsburst的一個合理值 保證它本身不會把自己一個限流 自己的請求能夠正常的跟APSOR進行talk 然後再一個呢就是APSOR有SOR段的一個限流 那也就是APF 我們應該去配置我們的APF規則 tuning它 然後讓它能夠保證我們請求可以預期的 按預期的進行一個response響應 然後關於ETCD的一些最佳實踐的話 第一個點就是把ETCD的data和event 進行一個分流 用兩個集群 ETCD集群來進行承載 這樣是可以保證我們高優先級的一個數據流 不會被這個低優先級的event 這種流traffic 進行一個互相的一個爭搶干擾 第二個呢就是ETCD的vpa 基於resource profile的一個vpa 那基於這個ETCD集群 歷史的一個資源的使用情況 以及當前那個水位 進行一個動態的一個資源的一個調整 比如它的limit request的一個調整 像開源的coordinator都可以實現這樣的功能 還有一個就是 這是對於ETCD的一個auto defrag 那麼就是包括 可以進行自動化的去監控 通過控制器監控集群的這個ETCD集群的一個 它的database的使用情況 進行一個自動化的一個 defrag 另一個就是最佳實踐的建議 就是關於集群資源的一個控制 包括KBS當中的node,service,secret 這些資源 包括CRD資源 應該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單集群不要承載太多 這個剛才莊雲也提到了 同時每個單個資源這個size 也應該是盡量的可控 而不讓它一直逼到極限 第二個就是 把KBS資源應該是分布到不同的namespace 盡量分散開 不要全部放在有限的幾個 甚至一個namespace當中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組件的一些優化最佳實踐 一個呢就是tune list of requests 尤其在這個KBS小1.30這個版本 那麼建議是通過resource version等於0 進行一個data的一個獲取 從APSOR的cache當中獲取數據 然後保證對控制面的一個壓力 整體壓力是可控的 第二個就是一個serialization encoding protocol 我們對於非CRD的資源 推薦的使用是protobuf協議 它可以更高效地提供一個網絡傳輸 還有這個壓縮和解壓縮的一個那個它的開銷 第三個呢就是盡量使用informer機制 因為剛才講了它的原理 就可以通過lis加持續的watch 連續的watch請求來避免對於頻繁的lis 最後就是我們的一個控制器的話 它應該去如果去訪問一些資源的話 lis平繁lis資源的話 應該盡量控制好它的頻度 尤其對於大規模資源 這種請求是比較expansive 可能對控制面產生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對 這就是我們這邊今天分享的一些內容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剛才佳修談到的這些可以控制面的優化 其實都是在我們支持客戶這些大規模 離線任務場景當中實際發生的一些問題 我們做了一些經驗的總結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OK 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今天到這兒 好吧 謝謝大家 OK